大家好 我是阿伟 我是燕子 又有好多天没有跟朋友们更衣视频了啊 那两天呢 燕子一直在感冒啊 包括现在还在感冒 严重感冒这次 现在还在吃药呢啊 天几天呢 我们也在小院里跟朋友们直播也说过啊 还有原因呢 就是我呢 上次回家之后啊 种了三颗牙齿 回到小院之后脸肿了呀 你看现在还是有一点点 你看还有一点点肿 对 因为里面打了三颗螺丝 在这里呢 提醒朋友们 牙齿你们一定要重视 我呢 因为年轻的时候呢 不重视 稍微有点疼 或者有点住了 就把它拔了 所以说两边的板羊呢 已经全部拔没了 现在吃东西呢 只能用没牙齿了 没办法 才去种了 太贵了 这个牙齿 上次我们回家找了医院看的 医院里呢 它是韩国的 叫什么登腾的啊 是6000一颗 后来呢 很多网友说太贵了 太贵了 不需要这么贵啊 所以我上次回去呢 我找了一个小诊所便宜 它是给我好的那种 就是ITI的啊 然后就是6500一颗 三颗 一万九千五 然后还有包括什么呢 骨粉 本来骨粉另外收费了 然后还家嘛 他就啊 那就免了 送给我了 因为我的牙齿呢 已经拔了有六七年了 牙引萎缩 还有骨头呢 也萎缩掉了 所以呢 要种骨粉进去啊 所以朋友们啊 牙齿千万千万不能随随随便便的就拔 牙住了 可以修 痛了厉害呢 可以做根管治疗 千万不要随随便便就拔掉 能保尽量的去保 不像我们小时候啊 拔了还能长 上了年纪就长不了了 然后为什么这么多年才种那个牙齿呢 一个呢 是心疼钱 还有一个呢 就是 网上说的特别可怕 说特别疼 把那个牙齦把它切开 然后骨头上钻孔 然后打螺丝 看的就非常的吓人啊 但是实际呢 打了麻药之后呢 你自己反正看不到的 蒙了眼睛的 看的可怕 其实也还好 就是术后呢 就是要疼痛几天 微疼痛 能忍受的那种 脸呢 就是肿的那种 就这样的 是我的一个真实分享的一个种牙的一个过程啊 要种的尽早去种 朋友啊 好了 我们现在小院呢 已经开始动工了啊 前几天呢 一个我们休息 还有一个呢 也在下雨 天天下雨 今天呢晴天了 我们的 你看 院子里那个 给他带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院子呢 已经买了草皮了 现在呢 把那个上面呢 铺了一点那个碎屑 然后翻一翻 然后草皮这两天到了之后呢 就可以贴上去了 这边呢 我们就做一个露天的阳台 对吧 上面呢 我们铺那个户外地板 防腐木地板 铺好了之后呢 上面摆个桌子 然后搞一个遮阳棚 遮阳伞 对 就是有一种度假的感觉来了啊 在我们户外厨房的这边呢 这里呢 也是那个户外地板 然后这里面呢 这块呢 我们就是种种一些花呀之类的 然后院子的外边呢 明天呢 也要动工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块地 这块地里面呢 明天呢 我们就要准备收拾起来 要种那个草坪了 明天呢 多请两个阿姨把这边 这些零零碎碎呢 长布丙到堆到那边去 今天天晴了 我们小样呢 可以看到那个玉龙雪山 拉近看一下 上面还有雪 又来收蛋了 每天一只小鸡蛋 这土鸡蛋啊 在我们房子背后 我们还喂了两只鸡 这两只鸡呢 是我们从那个大梁山带回来的 给大家看一下 前天啊 昨天 不知道怎么跑出去了 后来 百里的协助才把它找回来的 找了整整半天 你看 一只公的 一只母的 咕咕咕 咕咕咕 好 天啊 there ребят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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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